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作霖就站起来 赶紧单腿打签 毕恭毕敬 夫人 一向可好 小人张作霖 叩见夫人要不敢当不敢当赶紧请坐吧 两个人分宾主落座 管家婆事先都准备好了 吃的喝的都摆在桌子上 非常知趣 恭恭敬敬退出去 夫人早就有话 丫鬟婆子 包括管家婆在内都给我惊神着点儿 楼上楼下院里都派了人了 充当耳目 夫人 防止他人闯进楼中 特别是将军伊克塔纳要来了 要及时通报 您想 谁不听夫人的 还想活不想活呢 外边是鸡也被森严 翻回头 再说玉美儿 文重大方 一点也不显着慌乱 冲着张作霖 微微一笑 张恩公 前者 兴蒙答旧 不然的话 我早已做了地府的怨鬼 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来 我就非常想见你一面 也打算表示表示我的谢意 今天夙愿已长 我心里是非常高兴 谢夫人 这算不了什么 江湖人讲话 天下人管天下事 那是让我随便碰上了 夫人 不必挂齿 请用茶吧 晚点我都准备好了 没有别的说的 今天料杯水酒 聊表寸心 多谢夫人 其实张作霖来 不是闲聊 火啦啦的 一肚子话 想要倾诉出来 夫人 我今天见您 一是给您扣案 二 我有一件大事相求 别说了 别说了 我一定给爸 不管是什么事 我答应酒师 来 先喝了这杯茶 然后再喝下这杯酒去 夫人 我 我 我不会喝酒 多少喝一点 我陪着你 这张作霖来 这张作霖一说 夫人就给拦住 刚一提这个事 夫人又给拦住 把张作霖急得汗嘟嘟往下之踏啊 好像没憋死 就这样的时间 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就到了十一点半钟了 张作霖 张作霖绵勉勉强强 喝了两杯酒 最后一看 不说不行了 夫人 恕我斗胆直言 我求你来 您让我说 我也得说 不让我说 我也得说 看你急的那个样子 好吧 那你就说说究竟什么事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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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张作霖 张作霖 张作霖十个人被押日本陷阱队的事 讲了一遍 为了交底啊 让夫人心里好有数 毫没隐瞒 但是这位夫人听完了 连眉头都没皱 炎然一笑 哦 是这么点事 好吧 你放心 我一定跟将军诉说此事 他跟日本关东军的山梨大将交情密切 我想 他要打个电话 或者托个人情不至于废事 你就听信吧 多谢夫人 这夫人说完这句话 又揉了一口酒 就唠得起没完来的 什么内容呢 就说他 为什么这么年纪轻轻嫁给将军一颗糖呢 我怎么嫁给他的 我们家里贪了什么样的官司 我爹为了报恩 拿我许愿 我这一辈子算完了 老夫少气 每当想起这件事 书干劣坛 肝肠存断 我这一辈子 我也不甘心 张作霖低着头拼着 亲说 你跟我谈这也没用 这都是废话 但是张作霖偷眼光看 灯下官美人 不愧叫玉美人 这夫人长得是真漂亮 要说张作霖是木头嘎的 一边也没动心 这不合乎道理 都是年轻人 同性相赐 异性相隐 张作霖的心呢 也摘为了几个厕 但是一讲 不行 要高度保持头脑的情形 我为什么来的 我为救我十个弟兄 要一步走错了 后果不堪设想 将来我还希望朝廷招安呢 我无非拿你做个便脚师 一面之差 将来走漏了消息 我的希望全成为泡痒 因此张作霖提高了警惕 帮着这根弦 脸上非常严肃 忘了一坐是规规矩矩 这夫人说完这个 又提赵家庙心力囤的事 嘚啪嘚嘚啪嘚啪 这时间就超过了十二点 半夜 冷不冰的就听管家婆在下边说话 将军 您可慢慢走啊 将军到了 声音清脆 你听得十分清楚 这夫人 啪就站起来 脸就变啥了 张作霖 也站起来 这样给堵到屋里头 没法说呀 张作霖就问 夫人 这 这 你看 别着急 我事先一有准备 你赶紧随我到里屋来 把张作霖领的礼物 有一座大立柜 能有一面墙那么高 那么大 夫人把这柜的门开开了 对张作霖说 恩公 你就暂时委屈一下 跟这老糟头子 有理也讲不通 你拜托我的事情 我一定给你办就是 快进柜 张作霖想 这这多好 我成贼了 钻进去了 他钻里不去了 这里边 全是用不着的被露 还有几个大包袱 仗着张作霖身体不高 长得比较瘦弱 要是胖子 还麻烦了 再说夫人 对着镜子 整理讲理服装 把头发梳了两下 正在这时 一颗糖那进了屋里 哈哈哈哈 夫人 还没睡呢 将军 您今天晚上 怎么这么得霞呀 公事处理完了 哎呦 别听了 都把我累死了 你不让我来 逼着我处理公事 我敢不听吗 没黑天 没白天 得干嘛 总算把手边的公事 全处理完了 我这才来找你 嘿嘿嘿嘿 一颗糖那说的这 往外屋一看就一漏 罗列杯盘 两双筷子 两个酒杯 看这样 好像吃了不少 一颗糖那 就问 夫人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当时这玉美人 也紧张了 光顾 长张作林了 没收拾外屋 啊啊 是这么回事 我估摸着 将军今天晚上就能来 因此让管家婆 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 可是左等你没来 右等没来 偏感今天晚上 我有点饿 我自己就先吃了 由于烦闷呢 我让管家婆 陪着我喝了两种 哎 夫人 成何啼啼 有道是 奴主 不同习啊 那管家婆是奴才 怎么能陪着主子 盐酒呢 乱谈琴 算了 在一个内宅 讲什么规矩 再说 管家婆跟咱多年了 也不是外人 就是喝两杯酒 也算不得什么 你何必动怒呢 嗯 相不为例啊 以后别这样 这夫人就招呼着 重新摆酒菜 这脸上乐呀 心里那个妈呀 其实说你瞅你个缺德色 你跟个老棺材皮差不多少 哎 你怎么就不死了 哪怕上楼梯没主意 嘎嘣摔个跟着 把你摔一次 到外边叫土匪 把你搬一搬 我得多高兴 哎呀 今天好好 这一件事 让你给叫了 这夫人是越想越有气 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啊 还得假亲假尽 翻回头 咱们再说 这一颗唐纳 这老家快七十了 别看那么大的年纪 够了你那色鬼 可在那个年纪 也不光是他 那些大官僚 那些当权者 都是腐败透的 三妻四妾 美女成群 她们一天吃饱了喝足了 干什么呢 一手搂银子 一手玩女人 就是听都没听过的事情 她们都能做得出来 一颗唐纳 当然也不例外了 她从北京回来 四天了 这玉美人不让她进屋 不让她挨边 把她气得就不得了 的确呢 在她没在奉献的时候 积压了不少紧要的攻势 需要她处理 就这样 她勉勉强强 控制着自己 在外书房 处理公事 有时候累了 她闭目养神 也想到玉美人 觉得这人有点反常 是不是有点烦我呀 不然的话 多日子没见面呢 她怎么往外粘我呢 尤其是今天 她这公事啊 还没等掌灯的时候 就处理完了 赵明在旁边陪着她 你说赵明今天怎么这么烟亲 得不起来没完 就讲奉天发生的所有这个事情 走又不能走 一直把她拖得完十二点 后来一颗堂那呀 实在听不进去 行行行 别说了别说了 我脑袋都疼了 我得奔内开 赵明还说呢 哎呀 夫人恐怕睡了吧 您呢去了还得现砸门 不如呢 您就先在这屋休息 事先呢 给夫人打个招呼 让她准备准备 再应接将军 不 我们是夫妻 还讲那些事干什么 一颗堂那可不糊涂 这脑子里就画了问号 怎么瞅这赵明 怎么也有点反常 心说 莫非我这夫人 有了卖月了 说什么 我也得去 我倒要查个水落石处 她说抱着这么一种心来的 你看进屋 她那俩嘴眼睛就往四外溜 尤其瞅着这桌酒席 就引起她的怀疑啊 一颗堂那在这坐着心里说 好贱人 你跟我耍的什么花活呀 哎 这叫我查出来 别看我喜欢你 我得要了你的命 但是她又不完全相信 但愿这是错觉 那夫人就爱我不爱旁人 那才好的 有时候一颗堂那自己 还欺骗自己 欲美人陪着她 吃喝完毕 款衣就寝 你睡觉了 可夫人一想 我得什么时候 跟她谈这件事 一瞅现在不是时候 我要跟她一谈 她肯定得炸菜 不如明天早上 我再跟她说 找一个她高兴的时候 再对她讲 这夫人是勉勉强强 陪她睡觉 但说张作霖 在柜里头待着 你说那资本能好受得了吗 这大柜密不通风啊 把门一关 里头伸手不见五指啊 而且那衣服的味 哪里也抢人啊 张作霖心说 可苦了我喽 我得什么时候能出去 哎呀 情急之下 也忘记跟夫人打招呼了 夫人啊 你得快点救我 你要不把我放出去 我非被闷死不可 一着急 冒开大汗了 越吐汗越杀不来气 急着她是通身是汗 她这身子稍微一赠 发出点声响 你看伊克塔纳呀 还真听见了 嗯嗯 什么声音 有人 夫人顿时就紧张上来 哪来的人呢 你说胡话 不对 我怎么听着有声音 好像碰了柜子一下 说的话漂亮 伊克塔纳下的地 在仇侠里头 把铁攻击 他唠出来 铁攻击是原始的手枪 打单发 但是那玩意儿离着近了 这一下也把人打死了 这套护身的东西 拎着铁攻击 把保险灯点上 他就学么看 玉美人都瘫软到床上 动也动不了了 灯眼看不着 就见这老家伙 里里外外搜了个道 最后搜来搜去 到大柜的前面 他举着铁攻击先向下面 再有的听听 什么声没有 好怕 把门他开去了 望离学么 也什么也没有 单说夫人 一看伊克唐纳 一开这大柜的门 就好像把他的心 撕开一批 就说完了 但是呢 一看伊克唐纳的脑袋 往左看往右看的 似乎没发现什么 他感觉的有点纳闷 鼓起勇气 喊了一声 我说将军 你怎么了 你被什么撞上了 不成 你那找什么呢 明明我听着有声 背不住 是风瓜 筐 要不是楼下的声 可不吗 我怎么就没听到呢 你快睡吧 大冷的天 再把你冻着 伊克唐纳把门关上 关完了把铁公鸡 搁头抽霞 上床就寝 你知道什么时候 偏四亮四不亮 伊克唐纳沉沉大睡 是鼻血如雷 服人可没睡 抓这机会 轻轻地下了床 回头看看伊克唐纳真睡着了 这才放心大胆到了柜前把门开一开 一瞅真没人 先说这张作霖跑哪去了 莫非会变不成 可就仔细往底一看 张作霖在背后底下 把脑袋探出来 把夫人好像没吓爬去 一瞅这里跟水捞的似的 赶紧点手 张作霖从里面爬出来 他也不会变多哪去了 没离开这柜 咱没说吗 里头都是不用的被褥 还有几个大包袱 张作霖一听伊克唐纳 听着声音搜查 他嗨了啪了 他主意也多呀 在那放钻的底下 把背后和包袱顶到头顶 他钻里面去了 伊克唐纳老眼昏花的 也没住间的检查 所以把他骗过了 打那张作霖就没敢动 十几床背后再加个包 在身上这衣呀 谁受得了 好几个小时 容等夫人这一开柜的门 张作霖才爬出去 两人不敢说话 张作霖 你灭租千租 从楼上下来 夫人也跟下来 恩公 你拜托我的事你放心 我一定办到 你好好听信吧 通过照明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妥协妥协 夫人我走了 等等 夫人在怀了一身手 掏出一块金壳表里 叫这块金壳表 那是特制的 大三针 秒一分 玲珑劈透 外边镶着一百零八颗钻石 吃惊的链子 夫人把这表给了张作霖 作为纪念 张作霖接过来 表示了谢意 带着腰牌一六缝不见了 夫人说她回来 踏踏实实的 逆弄了一觉 张作霖呢 一六一回到城旗处 郑翠平 冰喜春 刘晓春 都在这等着呢 衣袖都没合眼啊 赵明也没回家 一瞅张作霖来了 几个人赶紧围拢在一起 怎么样 怎么样 哎呀 张作霖一白手 一言难尽 好险 好险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张作霖还表白呢 夫人对我 那人也一本正经 我拿人家当主子 我是个奴才 我们规规矩矩 就怕老将军起疑心 好说不好听啊 浑身是嘴 难以解释 不得不如此啊 赵明说对 那就对了 夫人不是答应了吗 答应了 夫人说 将来让我 跟你打平性 恐怕 这件大事 要落到你身上 那行 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没有说的 但大伙心里 又怀疑 一和堂那究竟 能不能插手 给办这件事 看来这十个人的性命 还是朝不保夕 听众朋友 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责任编剧张红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